新闻开始 晚间的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在新北市卢州城卢桥五谷端的出口 晚间传出枪响 城卢桥上的民众行车记录器 拍下了警察围捕嫌犯的瞬间 在往五谷的出口端 嫌犯开车原本是塞在车阵当中的 一发现警方下车准备要围捕 他立刻冲撞旁边一班民众的机车转弯逃逸 警方当场连开了三枪 这位嫌犯还是继续往前抽 最后汽车逃逸 目前警方正全面扩大搜索中